12月19日,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等侨团 在阿凯迪亚市上海滩餐馆 为竞选连任的洛杉矶县第五选区代表 洛杉矶县县政委员主席凯瑟琳·巴格举办筹款无参会 近百位各界华人参加 筹款无参会由巴格的华人社区代表吴中国主持 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郭颂 呈现商业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黎淑海 全球华侨领袖总联盟创始人赵斌 中华会馆前主席张自豪等先后致辞 吴中国首先分享了他作为巴格的社区代表的亲身感受 亲自目睹他为华人社区做的贡献 呼吁第五选区的华人选民投票支持凯瑟琳·巴格连任 第五选区是落线最大的选区 每年预算多达360亿美元 第五选区也是落线作为多元化的选区 包括了阿罕布拉 阿凯迪亚 圣盖伯 圣玛利诺 天普和南帕萨迪纳等圣盖股华人社区的主要城市 华人社区对他而言非常重要 李树海表示他非常荣幸地代表呈现商业文化交流协会来参加筹款参会 支持为华人发声的候选人参政 能够在庆祝协会成立一周年的重要日子 作为赞助商参加今天的活动 是一件特别荣幸且具有非凡意义的事情 今天也是我们商会成立的一周年的纪念日 我们的商会主要以中美商贸和文化互相民间的 同时在今天也希望我们这个商会将来在中美民间商贸文化当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抽款午餐会上凯斯林巴格阐述了他的竞选证件 作为落线职业与对健康的首席政策顾问 在处理心理健康、社会服务和儿童问题的过程中 他确保高效和有效的服务和方案 以显著改善寄养儿童、老年人、退伍军人 残疾人士和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居民的生活品质 他强调要致力于保持街道和社区的安全 致力保护环境、努力维护开放的空间 强化财政责任一事 保护好拿水人的钱 全美电视台记者参访报道